黑公事件是怎樣的呢? 黑公有些大家有誤會的 比如有一個黑公 但是他來見公,請不請人 我們問他有沒有身份證 他說有 就拿個身份證出來給我們看 我們看完之後 那時候還沒請 就留下他的電話 要那時候再通知他 到冬至那天真的需要人幫忙 就打電話叫他來替工 替工那天就被抓了 抓他那段時間就拿個雙錢證出來 我們不是正式請他就沒有隱隱 那時候不認識法律 拿個雙錢證出來還要過期 那就糟糕了 你一看到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馬上說死了 不是我看,是警察看 那看完之後其中有兩個也是拿假的 那就變成一次過抓三個 抓三個之後 警察就說要找一個負責人去落口供 那跟我的拍檔商量 究竟你去就我去 他說我正在搞移民去美國 那我隨便去 我最多移民去大陸 那我就去落口供 那以前呢 就每一個黑工罰五千元 就是放人 老闆就放老闆 那我打算三個都是萬五元 那都隨便去就去 但是去了之後 當時律政司下令 不准發錢 一個月都要拉進去坐 就這樣才有阻害作用 那我脫不住了 那我脫不住 就要判我三個月 一個是一個月 三個是三個月 那進去坐 實際上坐兩個月而已 那我都沒有所謂的 那我跟拍檔商量 我進去坐 那我跟拍檔商量 我老婆就可以了 我找一個人回去看我的位置 你出一份量給一個人 就是公司出多份量而已 那都沒有所謂 因為為了公司而已 那我進去坐 我就用很平靜的心去 都沒有適憂 那就當是度假了 我這個心態 那進去裡面 是一天 大學做三至四個小時而已 很短時間而已 早上做兩個小時 下下做兩個小時 你整天都是指定時間休息 起床 規定你 那就是很穩定的生活 你沒有憂心過 要知道要被判入獄 其實那一刻 我又沒有 那法官問我 在年尾的時候上庭 他說 你想現在判問 過了一年才要判 我說 過了一年才 不用在裡面過年 他說 這段時間你不可以離境 那一年不是跟老婆 那女兒 他就去一年 走吃看看電影 過了一年之後 就上庭 立刻判了 那太太有什麼怨言呢? 其實都沒有人發的 公司的問題 有時就不是我犯法 但他會說 為什麼是要你撐 你的拍檔 現在才有說 那時候他也不太知道 但是我就用一個心態去坐牢 我說我可能會有一個劫要過 過了一個劫會好 我就沒有埋怨過任何人 就隨便去坐就坐 去到裡面大家很平靜地去對待 大家在那裡坐牢的人 互相平等地對待 沒有人欺負你 你不欺負人就不會欺負你的了 誰那麽感覺 你不欺負你的了